Ding & 尚合作 如果是没有人创业很多人在打工 我们选择保险是创业 然后你的感觉是什么 然后为什么 为什么我会进入保险 就是最低的风险 也最低的投资 也不用任何资本 我想要让自己有突破 做不一样的东西 让别人也是看不一样 然后也是可以给家人做好的工作 真的做下去的时候 就会觉得原来做保险就是这样好的 为什么 因为你要多少收入是自己决定的 又不是看老板的颜色 还是要等人家来跟我们讲 你是要赚多少的 但那个收入是可以有自己的决定的时候 从那边开始我就很认真很认真 很focus在这个行业做下去 所以我选择保险业就是 因为我可以对我自己的收入 这个是唯一一个我现在目前为止 觉得是win-win的一个事业来的 就是我赚到钱我也帮到的 如果是我卖保险给别人 就是protect到一个家庭 在现在为止很多行业是 做不到的 我觉得因为创业是可以很无限的 对我来说 打工是很局限的 所以创业我可以 我自己的收入 我可以很多东西是由我自己去决定的 我毕业之前 我真的明白了一个很大的reality 我看到我的市面 真是朝九万二 那些life是真是有denise的 每天都是重复又重复 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 就是为什么你这么劲力 但是你的income这么少 所以我就要找一份是commission based 因为commission based 才可以凭你的努力 去争取那个income 今天我要income多一点 我劲力一点 所以这个是在我们自己掌握得到的 其实做insurance呢 我觉得跟我们打工是很大的关系 就是打工的时候 你要每天九点到五点 然后每一天都是为了别人而满路 而不是自己的事业 不管有多努力的话 也都是为别人做 可是当我加入保险界的时候 然后就是我的老板 你的动物们 他教会了很多东西 就是要把我们的视野看远一点 然后未来的三五年 你要可以自己过整个生活 所以从那边 就会变成我们有自己一个推动力 我要可以家里能够更好的生活 干净来的时候 我是没有车的 然后 占了insurance 前面半年我还是在LT去见顾客的 然后做dexi 但是半年过 因为没有注射 没有得过 就是很不方便 所以我就从第一两块地 然后换去第二两次的DF 还有现在我家这就是Massarati